应主多次提临终住念及活化家庭的重要性 尤其强调了临终正念的问题 弟子虽明白决定往生的条件全在生性且怨 临终正念不是决定性因素 但是应主多次开始临终正念的重要性 又有何深意呢 弟子不能完全理解请慈悲开始 临终住念这是对关键时刻 有一些联友帮住念增加往生的保险性 也还是有必要的 那临终住念正念的问题 如果我们平时生性且怨 功夫落堂 他功夫比较熟 生死心又窃 那临终也是能够住到正念的 但万一住不到正念 由于生病等等疼痛啊什么 这些情况还是要看你平时的信愿称名是不是具足 具足的话阿弥陀佛仍然会来接应的 你不要怀疑我临终有一疼痛 我不能集中经历念就往生不掉 而临终开示是因人而异的 可能对一些不注重功夫的人 他要强调临终正念 但是对临终过于强调这方面 可能运终又有另外的开示了 我就看到运终都有一位老居士 说他生病了 生病了他就认为快死了 快死了 但是慢慢地通过念佛又念好了 念好了以后他就跟运终汇报 说他当时病得很厉害 念不起来的时候 他幸好身体康复了 如果那个时候就那么有灵命中的话 可能就往生不了了 那应主对他这个说法是呵斥的 说你不能这样想 不能说由于你病的时候 没有在佛号上就往生不了 如果你这样想 你真的就往生不了 还一定要坚信阿弥陀佛 一定能接应自己 做这样的想才是正念